大家好,我是游子 现在松鼠是给我挡住了 它不来这个地方了 但是这个种植床 这虫我得查一下 不过天要是热了 这些虫自然而然的 它们就热死了 人都要热死了 那就不要说虫了 所以从7月份开始 应该是虫害就少了 包括蚊子也是 我现在看看我自己两条腿 雪白雪白的 就说明什么 没有好好晒太阳 两条腿 胳膊现在倒是已经黑了 在洛杉矶 人家看到 尤其是这里的老外 看到你雪白雪白的身材 他们会觉得这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会偶尔去晒一下 人也是要晒晒太阳的 这个也是为了补钙嘛 我有一次回中国九个月 几乎天天待在家里边 然后回到美国以后 我就觉得浑身没力气 我就问医生 我说我是病了还怎么 怎么为什么浑身没力气 他就说给你咽个雪吧 一咽一咽出来 我的地只有十九 正常的应该要三十 他说你最起码要三十啊 然后就给我吃了好多好多 那个地维生素 那个后面的零我都数不清楚 吃了大概一个多月吧 然后他也跟我说 你每天中午啊 就是不一定要脸对着太阳 背对着太阳 至少中午的时候晒它二十分钟 那个时候是冬天 如果是夏天的话呢 我想晒个十分钟就够了 哎呀那太阳很厉害很厉害的 所以后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天我总会会去背着太阳 晒它个十分钟 甚至于冬天的话 我会晒半个小时 所以不用怕黑了 身体健康最重要 其实黑跟白 那是我们中国人的 对美的一个理念 老美 尤其是在我这个圈子里 这里海边 我没看到很白的人了 当然也有一种白种人 他是晒不黑的 那是另外一码事 如果是年轻人 他们几乎都是古铜色的 那个颜色 他们觉得这个是最健康 最完美的腐色 好吧 我去做饭去了 看看花园里这个云扁豆 都已经长得七个幅度那么高了 我把头砍了 这样它下面才会有花园 其实下面已经开始长花园了 现在要让它把营养全都在这个花园里 然后回房间做午饭 今天不想干活 我今天想做一个腊肉饭 其实腊肉我没多少 只有那个白香肠 其实也够了 我先把米饭在水里面煮开 煮开以后 让它稍微滚一会儿 那个米已经都吸了好多水了 现在放下腊肉 然后给它调个料 你可以在碗里边调一下料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鲜酱油 放一点糖 然后可以放一点点蚝油 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倒到饭里 再拿点米出来 倒在碗里 把所有的作料全部都放到米饭里 然后把它拌一下 这个时候我就开中火 现在就让它慢慢的盖上盖 把米饭煮熟 我为什么买这个锅呢 就是因为它可以给我煮锅把米饭 哎呀 我看别人煮的锅把米饭 馋死了 所以也去买了这个锅 发现啊 我用了那个小的以后 因为买一个大的 他还送你一个小的嘛 那个小的 我用了以后就觉得特别好清洗 哎 我就想 这个锅买对了 又轻 我这个人呢 做事猫手猫脚 动作又快 本来用的这个铸铁锅啊 其实也很好的煮肉啊煮饭都很好吃的 因为它重门 所以它能盖得住 那个所有的肉的味道 菜的味道都会煮在这个锅里面 但是我这人信急啊 应该这个盖子呢 是烫的 铸铁锅啊 应该用毛巾啊 或者是不烫的东西 才去拿个锅盖 哎呀 我就信急啊 用手就去拿了 结果 烫得不得了 我就撒手了 一撒手 把锅台砸了 你们可以去看这个视频 我那锅台怎么会砸的 就是铸铁锅太烫了 动作太快了 所以闯了这个祸 哎呀 后面就麻烦啊 又去买了一个灶 然后买的灶 那个洞啊 又是不够大 然后还有切割 本来叫 想叫那个做台面的师傅过来 但是他住在Montra Park 很远啊 这一百块钱美金 他也不想赚 所以最后 我决定跟Sam两个人 自己切割 把那个灶台的洞 又把它切割大一点 才把新灶台放下去 这一切割 又不知道 没经验啊 都没有挡那个灰 哎呀 后来弄得厨房全是灰 然后又吹到了客厅 因为我们厨房是开放式的 哎呀 沙发什么 全是灰 那一下砸的真的是 不是钱的问题啊 花了好多力气 过了好几天清理 终于把厨房又清理干净了 所以我再也不敢用那两个锅了 现在买到这一个慢食锅 又轻 又好做 然后还做饭可以有锅吧 我太满意了 本来想去花园里摘那个生菜 然后拌一个黄瓜 人生果沙拉 哎 想不对 冰箱里还有一个窝笋没吃完呢 所以赶紧把那根窝笋拿来 再放了一点胡萝卜 这样可以多一点 要不一根窝笋不够吃啊 然后放了一点点盐 最后现在放一把葱 稍微翻炒一下就可以起锅了 我跟你说很好吃的 因为胡萝卜有点甜甜的 然后颜色也很好看 看到吗 淡绿 葱是生绿 再加胡萝卜是红色 哇 看了就开胃 这根窝笋也够大的 你看 我就放了两根小的胡萝卜 又是一大碗 估计今天一天两顿都吃不完 朋友去Munch Park 给我买了萧三萝卜干 买了两包 这已经是三四个月以后了 这是第二包 把它切了一小段一小段 准备今天跟毛豆一起煮 因为夏天想吃一些稀饭 泡饭 这个是最好的下饭菜 这个毛豆冰箱里冰的 所以拿出来先要放在锅里面 让它融化一下 铁锅里放了点油 先把毛豆放下去 然后盖上盖 中火 让它慢慢先把冰化 冰化了 现在放一点点盐 先把毛豆给它上一点味道 然后炒一下 就把萝卜干放下去 这个萝卜干有一点甜甜的 不是很咸很咸的 现在我把它稍微翻炒一下 盖上盖 让它再煮一会儿 我加了一点水 因为怕它会浇 最主要是先要把毛豆 给它完全煮熟了 因为萝卜干生的都可以吃 这个毛豆必须得把它煮熟 好了 毛豆已经熟了 现在我们来调料 我放一点鲜酱油 然后翻炒一下 然后再放两勺糖 你吃起来就是有一点甜口的 糖多少就看你自己了 好 现在盖上盖 再让它入味 你如果买不到香蒜萝卜干 一般的萝卜干也可以的 有一种萝卜干好像是台湾的 叫菜脯 那个比较咸 就是你煮之前要放水里 好好泡一下 我因为很喜欢吃那个菜脯炒蛋 菜脯蛋很有名的台湾菜 但是几次我都是忘了去洗那个萝卜干 所以比较咸 这个就无所谓 稍微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它不是很咸的 好了 现在就可以起锅了 我准备成两碗 一碗我准备成了以后就速冻 以后慢慢吃 因为我这人吃东西啊 你让我天天吃我会吃厌的 所以呢 一碗我速冻 过一个月再去吃 还有一碗就现在吃 最后我想煮一个肉末咸蛋黄豆腐包 肉末啊 我早上拿出来的 哎 这个天呢 还是很冷 所以呢 好像没有完全化掉 没有关系 我锅都没洗 放了一点油 然后就盖上盖 用小火 让它慢慢的融化吧 煮这个豆腐包 这个肉末啊 你不需要调味的 你就可以直接就放在油里边炒 然后再放一些调味的料 现在肉跟蛋黄都已经软了 我就加了一点水 让它们再煮一会儿 然后我用那个mash这个东西啊 把这些肉啊蛋啊 全都把它碾碎 这个形蛋黄啊 不是完全碾的粉碎都可以的 有一点点颗粒的 吃起来更香 现在开始调料 我放了黑胡椒 白胡椒 姜黄粉 主要是为了去掉肉和那个咸蛋黄里边的这个杏味 我还放了一些韩国的这个甜辣椒 为的是让它颜色更好看 现在就是要把这些料啊 现在就是要把这些料啊 全都调好 因为豆腐是没有这个味道的 所以必须把这个料 这个味道做好 这样呢 你待会儿这个豆腐才会有味道 刚刚我放的是酱油跟盐啊 我现在再加一点蚝油 最重要的一点我是要将啊 那个蒜蓉辣酱 这个豆腐包啊 要什么味道 你自己可以选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 或者辣椒 我不想放 也可以的 就是要让这个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酱料 做一个 然后你再把豆腐放下去 这样它就 让豆腐啊 全都裹上 这个作料的味道 那这个豆腐才好吃 好了 豆腐放下去了 我放的是嫩豆腐 但这个嫩豆腐 不是很嫩啊 韩国人的豆腐啊 它没有做得很嫩的 很嫩的是那种卷起来的 盒子里的基本上都不是很嫩 现在我就要放点水 然后我放了一点点毛豆 对了 这个蒜蓉辣酱不能忘了放 我差点忘记了 哇 我还放的不少 现在自从我得了鼻咽以后啊 好像失去了这个味觉 这个味道 而且不是我想要的味道 所以呢还是自己调料比较好 你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把它们煮开 然后再让它们大火 煮开个一分钟吧 现在我要开盖 勾个芡 勾芡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要让这些蛋黄的味道啊 肉末的味道啊 还有这些调料的味道 能裹在豆腐上 好了 最后再撒一把葱 我准备把它转到砂锅里 这样呢 它能保暖 嗯 这个砂锅正好 哎呀 这个豆腐汤啊 如果你要放在腊肉饭上啊 这个盖胶饭啊 绝对好吃 我又加了一些麻油 你说香不香啊 一定香的啦 可惜没香菜 再撒点香菜就更香了 我就撒点葱吧 好了 豆腐包做好了 现在可以开饭了 先来看看我的腊肉饭 哇 我一看 就可以看到那个锅巴了 我的天哪 那锅巴已经到这个饭的 最上面的边边啊 再看豆腐包 你别看上面好像冷冷的 哎呀 下面烫的不得了 哎 我把那个饭 翻过来 我的天哪 真的是一层锅巴 哎呀 中间看上去黑黑的 一点也不焦到 这个锅巴太棒了 我好贪心哦 我几乎把这个 下面这一层锅巴 全都盛出来了 哎哟 饿死了饿死了 其实我小时候最喜欢盛饭 为什么 哎呀 小时候那个锅煮出来 也有焦饭的 我就想盛饭 把上面的给他们吃 那下面的锅巴就是我的了 我没有把它全部盛出来 因为我知道我吃不完啊 太棒了 香得不得了 开饭 我拿了我们家最小的碗 盛了一点豆腐根 因为实在在砂锅里太烫了 我吃不了 我得拿出来让它凉一会儿 今天我都没给Sam做饭 应该是父亲节 但是呢 他说他不想吃什么 他说前几天的这个 老三篇跟那个香肠 他已经够了 我说那你要什么礼物呢 他说你再给我下载一些法国歌曲吧 你看他下午坐在阳台上 就下载了两首法国歌曲 听了两个多小时 反反复复的 你看着也有摇晃着摇椅 面对着大海 手机里放着法国歌 然后时不时的拿去望眼镜 看着海面上吃过的游艇 最好是能看到裸体的美女 我有的时候就逗她 今天看到几个 今天我做的这几道菜啊 也是我父亲最喜欢的 好多男士都喜欢麻婆豆腐 我父亲也一样 他还喜欢就是煮得很烂的面 就是已经驼了的面 哎 其实我也很喜欢吃这种驼了的面 可惜啊 在他在世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不会做饭的 只会唱歌的女孩 但愿来是 我做给他吃 我在那边做视频呢 Sam又进来了 就跟我说 你不想去阳台上坐坐吗 好舒服啊 今天外面蓝天白云 我说我不想去 外面那么热 你知道吗 早上起来冷得不得了 才十几度 十七度 中午的时候 房间里才二十度 但是现在房间里已经二十六度了 哎呀 我吃那个 盖椒饭啊 我跟你说 我不是退销 我真的是觉得很值得去买 为什么 就因为那个锅吧 我煮过好多砂锅 铁锅 铁锅也能煮出焦饭来 但是这个锅 很简单很方便 而且他这个焦饭 你看呀 你饭有多高 他那个锅吧 就有多高 那过瘾啊 其实 对我来说 这个锅吧 有一些有点硬 我也不能经常 吃这样的锅吧 因为我觉得 蛮伤牙齿的 我们这个年龄要保护牙齿 所以呢 我吃了两口这个锅吧以后 我就把那碗豆腐啊 倒到了 这个碗里边 一会儿这锅吧 就给我泡软了 但是还是那么香 好吧 我吃饭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 如果你喜欢这几道菜的话 你就可以尝试做一下 祝全世界的男士们 父亲节快乐 跟天上的父亲说 来世 我还要做你的女儿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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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